利益大於弊 我們還是建議要打 很多人也問我這個問題 所以說 副長 你的看法 這種死亡各種可能性都有 當然不能排除 就是說 因為打過疫苗以後他就走掉了 但現在目前是一個時序的相關 所以還是要到我們的預防這個 應該是救濟的專家委員會來討論 不過就是說整體來看 從國外的資料來看 也都有一定的這樣的一個死亡數 但是目前大家還是認為說 這是利大於弊 我們還是建議要打 建議要打是吧 應該是利大於弊 其實很多長輩老人家 他們真的很擔心 如心中之鳥